千帆击轨01组卫星首次实现了我国平板式卫星一键18星的堆叠发射 按照规划,2025年千帆星座将完成一期648颗卫星的部署 初步构建全球覆盖的卫星互联网系统 要在短时间研发出数量如此庞大的卫星是如何做到的呢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自主研发建成了智能化的生产线 实现了卫星的批量化生产 据介绍,千帆星座一期将发射648颗卫星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承担了其中324颗卫星的研制任务 此次首批发射的18颗卫星也全部是由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研制的 相较传统卫星它的研制周期还是发射的周期都非常快 我们目前的话最快有一个月都有十几颗卫星这么一个研制 起出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一般情况下,一颗卫星在发射前 从元器件采购、单机研制到整星生产 大概需要3到5年的周期 而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庞大 为加快研制效率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自主研发打造了卫星智能制造平台 建立起模块化、标准化的卫星生产线 我们就考虑目前的这种快速研制 包括我们现在的平板卫星这种堆叠发射 从结构设计到单机的设计 采用了全数字化的一个方法 在生产的这个环节 相当于我们也采用数字化 给自动化测试的这个方法 单机过来以后 我们整星进入一个卖动的产线 相当于是数字化方法控制的 这样的话基本上的研制效率就提高非常多 据介绍目前该生产线已具备年产300颗以上卫星的能力 未来将可支持一件36星发射 满足更大规模星座快速组网密集发射的需求